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喜苦有点辣 主要播音 速速青阳均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2012集 夏小兰这次回国是和AAA协会的人一起的 包括DOMS的记者 如果有足够的补贴 杂志记者是不介意全球到处跑的 只是像DOMS这种期刊的记者 如果来亚洲出差 更多还是去日本 新加坡和港岛 跑到华国内地的很少 内地建筑师在国际上知名度不够 DOMS也不太关注华国有什么建筑设计创新 事实上对于到华国内地出差 DOMS的记者内心是忐忑的 发达国家的一部分人很抗拒 去落后国家 就像叫城里人去乡下 偶然在农村散散心 那是田园失意 真要住上几个月 处处都不方便 照样是先到港岛 DOMS的记者和AAA的人 感受到了杜兆辉的高规格款待 主要还是接夏小兰 顺便接了对方 杜兆辉叫阿华搞了几十个花篮 夏小兰去了行李出来 以为今天是港岛街场哪个商店开业 没办法 正常人不会在街街时送一堆花篮啊 送花束的就见过 送花篮的真是想法清奇 花篮上还有贺纸呢 夏小兰自然就知道一堆花篮是送给他的 等他瞧见阿华了 立刻知道花篮是谁送的 唉 这是怎么回事 夏小姐 大少说给您去一去晦气 如果不是机场不能欠明火 大少说应该给您弄个火盆 跨火盆去晦气 杜兆辉不愧是港岛长大 做派很刚倒 但夏小兰是不信这些的 晦气是挺晦气的 不过这个挑战过了 照样是好结果 夏小兰已经不纠结官司的事了 离开美国就要往前看 倒是杜兆辉只叫阿华来 夏小兰还觉得挺奇怪 她以为杜兆辉会和她见一面 不是她自我感觉良好 她出国前发生了夏子玉流产的事 难道杜兆辉事后不想发表点看法 阿华一边让人好好安排 毛康山一行人上车 一边和夏小兰解释 夏小姐 您去美国打官司这段时间 杜家发生了一些事 大少现在自己也脱不开身 第一个 杜生查到五一泰流产的真相 这次杜生没有活悉尼 而是回了杜家大宅 找四一泰 不知道杜生和四一泰对峙后说了什么 没过几天 四一泰生的孩子就被送去国外念书 四一泰本人还留在港岛 却不住在杜家大院了 夏子玉流产的事 果然是刘可颖做的 这一点夏小兰是猜对了的 有第一就有第二 你继续说 阿华左右看了看 声音压得更低了 杜生勒令四一泰搬出大宅 把四一泰名下的孩子送出国念书 这已经是让港媒 纷纷猜测杜生 是不是要跟四一泰断了夫妻情分 虽为登报解除关系 也相去不远 这还只是一个外人能看到的 外人看不到的地方 杜生要把之前 交给刘天权管的那些生意收回来 刘天权肯定不同意 仍然在到处求人 到杜生面前说情 刘天权当然舍不得 替杜家管着走私生意 每年多少钱过手啊 他不仅能趁机捞钱 还能顺便发展自己那股生意 这样的生意 刘天权肯轻易交出来才有鬼了 夏夏兰眼皮跳了跳 杜生勒要踢掉刘天权 有那么容易吗 刘天权管着杜家走私生意 都好长一段时间了 肯定扶持了自己的势力 杜家这是要起乱象啊 杜生勒在想什么 难道是人太自信了 认为自己压得住家里每个人 还有呢 阿华有点迟疑 刘天权还没把部分生意交出来 杜生就问大少那些生意收回来 该怎么处理 大少说自己绝对不会管 杜生的意思 有点想让二少回来管 杜兆辉没傻 他现在发展得很好 手上捏着征荣广场 又有征荣集团5%的股份 当着公司股东 手里的牌面很好 可能过几年 杜征荣手把手将他带出来 杜兆辉就能顺利接班了 杜兆辉要当杜家继承人 却不想要杜家灰色产业 一直想将这个包袱甩掉 当然 走私赚的钱 以杜兆辉的节操肯定不嫌弃 但这钱到他手里 得是干干净净的 等他掌管杜家 就把刘天权踢出去顶罪 钱没少赚 仇人也干掉了 想得倒是挺美 他老子不按照套路出牌 现在显然有了新的打算 是试探杜兆辉 还是老糊涂了 夏小兰搞不懂 那夏紫玉呢 杜忠荣为了夏紫玉和刘可颖 断绝夫妻之情 还要把刘天权踢掉 对夏紫玉也算真宠爱了 夏小兰不相信 夏紫玉会一点好处都没得到 女人嘛 受伤受委屈的时候 更容易得到男人的怜惜 阿华塞给夏小兰一张报纸 舞台可能成终极赢家的标题 就是这么有耸动性 内容也很劲爆 这不是花边小报啊 是很正经的财经报 夏小兰再定睛一看内容 顿时觉得牙疼 征荣集团董事长杜征荣 私人出资成立C2投资 夏紫玉出任C2投资执行董事 接受本报专访 表示看好内地房产市场 近期获确定低笔投资 夏敏威就是夏紫玉咯 夏小兰不得不服气 她猜错了夏紫玉了 她还以为夏紫玉 会自己搞房地产 就夏紫玉那眼高手低的性格 做什么都容易亏掉 没想到夏紫玉 在知道房地产会赚钱的大前提下 学会了扬长臂短 居然不直接搞房地产公司 转而搞投资公司 投资公司是干啥呢 是把钱给别人 让别人为自己赚钱 并不亲自动手 这样有个好处 可以规避夏紫玉 本身不足之处 夏小兰嘀咕 这还真是跟对了人 学会了用脑子思考 而不是只使用那些 勾心斗角的下三乱手段了 当然 夏三乱的手段 夏紫玉肯定不会放弃 但在夏三乱之外 夏紫玉倒是有了别的进步 出乎意料 又在情理之中 虽然夏小兰一向独立惯了 并不想依靠某个男人 也不想去抱什么大佬的大腿 不可否认的事实 对另一些女人来说 能有什么样的眼界 和她身边的男人素质 息息相关 杜争龙绝对是个老混蛋 但她同样是六十年代 在港岛白手起家的大佬 夏紫玉这个大腿抱得好啊 比她跟着王建华在一起时 强太多了 阿华 你知道C2投资有多少资本吗